基隆北盛宫最近举办 2023年南下嘉义东石港口宫的绕境活动 特别出动了报关妈祖十多辆拖车队伍 充分展现信徒的虔诚信仰 跟天上圣母的神威贤赫 位在基隆市新一区 重法街176巷的基隆北盛宫 供奉天上圣母、中坛元帅跟济公等神明 因为神威贤赫、信徒有求必应 所以信众越来越多 2023年7月8号、9号两天 北盛宫还出动了12辆拖车跟5辆游览车 南下前往嘉义东石奔港港口宫绕境境乡 沿途还前往嘉义陆草中辽安息城隍庙 台南北门南昆生戴天府 彰化竹堂鼎轮子天伦宫 台中清水港口梁盛宫等各宗庙参拜 在整个敬香参拜的活动当中 最令人注目的是因为北盛宫的主委江永华 副主委、郑秀卿都在基隆从事报官行的工作 因此出动了10多辆拖车跟数百名信众 整个人和车队相当浩大 强力地展现信徒们对于天上圣母的敬拜 报官妈是分零的 是从魅州直接过来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到港口宫呢 我们的声明讲说 港口宫跟魅州岛是刚好一支线 所以去那边也是到那边去 到那边去 业主等于说到魅州岛一样 因为我们到魅州岛也不方便 所以说用这样间接的过去是比较好的 每年我们都会过去 拖车是我们妈祖娘娘的另外一个事业 是妈祖娘娘当初要我们就是 做运输这一块 因为我们的主委是做报官的 他希望做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我们就从一台拖车做到现在 今天这样子 所以这一些都是妈祖娘娘的恩责 基隆北盛公主委江永华表示 许多人都以为基隆北盛公 是从嘉义笨岗港口公分林而来 其实北盛公跟港口公 都是福建魅州马祖的支派 而且北盛公不仅是一个 地方民众信仰的中心 定期举办一些祭祀跟宗教活动 最特别的是因为 主委江永华副主委郑秀卿 从事报官行的工作数十年 事业有成之后 一直存着回馈社会的胸怀 因此经常凝聚地方民众的力量 举办公益活动一起做爱心 希望让我们的社会更温暖 更有人轻微 连港口公的庙方人员 都深深受到感动 非常谢谢基隆北盛公 历临我们东石港口公 北盛公在基隆 算是非常有名气的公庙 我曾经也到北盛公去拜华过 北盛公在公益这方面 做得相当的成功 无论是监制救护车 还有医疗的救护车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公益这方面 他们不遗其力的成立 北盛公的一个 除了委员会之外 他们也还成立有一个公益团体 这一次两天一夜的东石港口公 绕境静香 北盛公的信徒们都抱有一颗 虔诚的心情 跟着七爷八爷 还有技工的队伍到各地参拜 燃放鞭炮跟演出阵头 北盛公也提供各地的美食 让信徒们品尝 感谢信众们的辛苦参与 我们是跟我们一起来的 有功各位的石修师姐 谢谢你们 因为我们这次人手不足 所以让你们 背了很大的心思 来帮我们完成这次的盛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他们刚才说的都说 我也不太会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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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担任基隆市东光里里长 28年的黄元良说 他是北盛公妈祖的信徒 也是中坛元帅的铁粉 他甚至可以除夕夜睡在北盛公 就是希望能够守护神灵 造福地方百姓 现在基隆北盛公报关妈祖的 威名远播 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跟肯定 北盛公希望将来 除了能够继续举办 具有地方特色跟宗教色彩的 神明活动之外 也能够持续推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 让北盛公的神灵更加显赫 威名更加远播 以天少圣母妈祖造福百姓的爱心 让我们福尔摩沙台湾 能够越来越温暖美好 越来越进步繁荣 记者陈文旭李佳金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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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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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赫